現在就照CT了 你知道香港照牙CT 350元,這裡多少錢呢? 我原來本一價錢 真的很划算,29元 你一碗麵的價錢可以花 還有要保養,要一年的保養 第一次看證的話 的士錢後來會計算的 外馬市,LVMH,開雲集團 這些奢侈品公司 今年到現在股票都跌了30%以上 反過來,Cuzco的新店 是沖繩到開 半夜都要日本人排隊 證明了什麼呢? 消費降級 這是2024年的新趨勢 正是全球的趨勢 浩浩蕩蕩,還有跨境消費 有全世界130多個國家 我見到在奧地利和德國邊境 德國人買回鮮奶 德國有稅的,鮮奶也有稅的 奧地利那邊便宜一點 還有什麼呢? 是新加坡的Woodland和新山 每天都成千上萬人,跨境消費 還有就是我剛去過的敘利亞和尼巴嫩 敘利亞的司機在尼巴嫩 入滿油才夠膽回去 因為油價便宜很多 所以香港人不想消費 是現在的趨勢 也都是全球的趨勢 浩漢蕩蕩 接下來這兩集 我們在深圳探討一些有趣的消費點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眼鏡 香港人很喜歡來深圳配眼鏡 另外一集就是介紹大家 香港人最容易沖的牙科診所 現在去片 現在到了這個叫做紅灣廣場 左嶺紅灣 這個戶型商場很漂亮 就是這間戶牙口腔商場的二樓 有很多專家的醫生 你看價錢真的很便宜 剝牙是9.9元 積牙是1380元 德國積牙是2680元 牙齒矯正是5800元 你好 有預約嗎 對對有預約 先麻煩填一下 好 打勾的位置填一下就好 申請了深圳的居住卡 我就想買深圳的衣補 深圳的衣補 之後看牙醫 是否會有攝影機 要買深圳一檔 一檔的 是的 它有分123檔 一檔的話 它有住院或門橙也有得報 噢 現在就照CT了 你知道香港照牙CT 350元 這裡多少錢呢 這裡不用錢的 免費幫你照CT 這隻應該是你以前補過的 然後就脫掉了 剛才你說我刷牙填了 填了哪裡 填了這裡 我就是刷牙太大力 打橫刷牙 正常是要上下輕輕刷 不要打橫 打橫刷牙好像距樹 還有牙齒距斷了 有一點 大家記得 刷牙要上發 這樣刷牙 千萬不要打橫 如果像我這樣填了 這張圖很好 更容易看CT 因為這張圖看到 哪些地方需要補 哪些地方虧了 幫你補 老師 如果補牙的價錢是怎樣呢 補牙的價錢 你自己選擇 中等的那種有500元 我的東西是800元 最普通那種是380元 即是材料不同 是的 它貴一點的話 它黏性、硬度 都比較好的 比較耐用一點 即是有ABC山 價錢都不同 大家看看選哪個山 不知道 看看這個 沒什麼問題 這裡寫個同意 千個名 我跟醫生商量過 我決定補最貴的 800元那種 對自己好一點 耐用一點 因為它說黏症會好一點 500-300元的黏症會差一點 我也不想經常補 補就補好一點 我現在要補4隻 400-3200元 如果我這些護牙的話 全部的工具都是一次性 或是高溫消毒 十分安全 之前我在香港倒牙筋 花了很多錢 我那次倒一次牙筋 花了幾萬元 在香港看牙是比較貴的 上次有個小朋友 有五隻牙齒 去香港看 說有兩隻要倒牙筋 三隻要補 總算是五萬多元 五萬多元 對 我們遇到五千多元 分一塊錢 是啊 哇 真的要記得 到牙筋 真的要試一試 來我們烏牙 好康 差這麼遠 十分一塊錢 相比來說 比中間四周圍多 有牙齒包住那種牙 就容易脫 不要吃太硬太黏的 不要吃太硬太黏的 撈起磁骨也不要吃 如果是脫掉的話 我們是有補了一年 補了一年嗎 一年之內脫掉 都可以免費重新補 但是你說 反反腹膚補了三四次 都會脫掉的話 可能你這隻牙齒 就不會合補牙 然後做牙套 或者其他舒服 是啊 大家記住 這裡還要保養 用一年的保養 這隻牙如果是 補牙脫掉的話 它會回來對整 牙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 病重淺中醫 就是經常淺中醫好一點 有很多補就補 盡量保留真牙 老師我都聽過 80、20這個概念 是甚麼意思 就是你80歲的時候 有20隻牙齒 是最好的 不幫牙套 牙套 不幫牙套 大家記住80、20的原生 就是說到了80歲 你數一下自己 有沒有20隻生牙 這樣就做得很好 所以牙齒 盡量保留自己的牙齒 是最好的 自己的牙齒是最好用的 是呀 飛到必要就沒有剝掉牙 你不想剝掉牙 沒有那麼嚴重 多一點來洗牙科 每年都洗一次牙 檢查一下 發現有些不妥的地方 就需要修修補牙 沒有讓牙壞到要剝牙 是呀 小問題時早點處理 多謝老師 謝謝 當然辛苦了 大家記得來這裡 你記得保留自己 微信支付車費的收據 為甚麼呢 立即有到車費了 因為來到我們這個 烏牙好康的話 無論你是好運過來 去哪裡過來 第一次看證的話 的士錢是可以車費的 是100%車費給你的 收到了 已經收到我剛才的的士錢了 最好就加上微信 有甚麼問題可以隨時找回這裡的醫生 看完牙了 真是不錯 為甚麼會選這間護牙好康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地理很方便 會於福田區 在一個商場裡面 你吃東西買東西都很方便 第二就是這裡的醫生 很多都會說廣東話的 剛才幫我看牙的 這位叫陳寧醫生 是佛山人來的 流利的白話 大家溝通就沒問題了 第三個東西 就是它沒有黑銷 即是它不會主動 銷你種牙的 因為老實說 我自己就覺得 真牙比假牙好 你可以修補 盡量沒有剝掉自己的真牙 剛才陳寧醫生跟我說了 80、20的真理 80歲的時候 你留20顆真牙 那就非常好 我重點很喜歡它這裡 就是它的器材很新 很乾淨 它剛才有一個淚區鏡 我在香港看牙看了這麼多年 在台灣也看了這麼多年 我是第一次用到淚區鏡 因為通常醫生 都是用照CT的方式 跟我們解釋 CT看得其實不太清楚 CT是一個透視圖 淚區鏡的好處是 補牙的位置 虧了它都能看到 看得清清楚楚 你想想 我第一次看到這裡是淚區鏡 我就很明白 這個位置真的需要補 而且它也封建有人 它也有300元、500元、800元 讓你選擇的 也沒有黑售 一定要買最貴的盒子 所以推薦大家下一次 來深圳 除了吃完買之外 可以來一來這個富牙好康 你記得發的士 來留一個收據 或者微信之庫的這個頻據 可以來這裡 可以購買100%的的士 我先說一個省錢的貼士給大家 如果你是退休人士 你不介意平日上來的話 你記得星期一至五 Walking Day上來 為什麼呢 那時來洗牙是29元 人民幣 真是很划算 29元 你吃碗麵的價錢可以洗牙 如果是周末的話 就會貴一點 119元 所以如果你平日過來的話 你會節省很多 浪得這麼辛苦 幸好在那個芋芽好康 旁邊就有很多餐廳 我找了這一間打呼勒 這個湖南菜來的 最出名是什麼呢 當然吃它的臭豆腐 長沙的臭豆腐 哇你看 十里飄香 我覺得最划算是這個 9元 這個是菠菜餅 我示範給你看 煎到脆薄的 香港很少看到菠菜餅 然後我還叫了一個 紫菜的魚蛋湯 這個五蚊雞 還有它的小菜印筆 還有很多泡菜 這早前介紹了 坐的士來 都全部在好康中心裏面 不過如果你想坐地鐵得這麼方便 就是這個梅景站的A1出口 一轉過來就看到這個商場 商場私入後 上到二樓 就是這間烏牙好康 我現在就搭地鐵走了 好